哈囉各位模型大分之啊 我是皮特劍最喜歡模型的阿彦 我們今天終於拿到了我們的MGSD 沒有錯啦 看看這個盒會 MGSD 哇 越來越大盒了 我的天 MGSD的飛翼鋼彈 ZERO EW 真的是 這 我是覺得很棒啦 因為 算是又拿到了 這個 就是一個好像拿不到的時候 拿到了應該 拿到的模型 真的是太開心了 這個目前看起來 大家都搶破頭阿 我只能說大家不要溢價買好不好 這個 總有一天可以買到的東西 如果沒有立刻要組 或是立刻要玩 或是 錢很多 不要溢價買啊各位 我們再次呼籲大家不要溢價買 然後這個 我覺得 原價購入的話 才有這個感覺啦 如果沒有原價購入真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要買這個這麼貴 好 這個盒會 給大家看個清楚 盒會這樣子 真的是 恰萌啦 這個 MGSD 其實我已經看了很多人的開箱了 真的是 哇 好大一片零件 為什麼要這麼大盒 就是因為這個零件吧 哇 塞 當然細節什麼的一定是 目前萬代最新科技 這個 它其實比較 這個是比較霧面質感耶 有一點半光澤的感覺 其實還蠻漂亮蠻西紙的 然後這些噴嘴啊什麼的 哇 很讚耶 然後翻過來 映入眼簾的這個就是 多色成型的APOD 哇 我們好久沒有 多色成型的APOD 來看一下 整體來說 很不錯 而且這個天線應該也是 天線蠻大的 好像比之前的 SDCS的大一點 看起來 很精美很漂亮 而且 蠻尖的 感覺上不用再修太多 不錯耶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片 那這個就是 MGSD 一直以來就是想要推的這種 光澤成型技術 就是說這個 色素成型的顏色 比較亮 比較光滑比較亮 然後 比較像金屬感 來你看這一塊 我們拍起來是 比較有金屬感的 然後 因為它上面的 說實在 細節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水紋什麼 你就不會這麼覺得很清楚 其實 仔細看的話 還是有所謂的水紋 我們這個相機很好 拍給大家看 但是 因為它這都是一些 局部露出 所以其實 加上這些這麼密密麻麻 你根本看不清楚水紋在哪裡 所以 還好 真的還好 這個 當作點綴露出的機械結構的話 這個顏色是很不錯的 我覺得 宿主來講的話都相當的讚 非常喜歡 藍色的零件 是這種比較深藍色的 如果想要改個色的話 其實可以從藍色改 改起來可以改別的顏色 好我們再來一片一片看 這個也是翅膀的零件 它這次有很多這種 結構是跟之前 卡板啊 或是其他版本不太一樣的 OK 然後骨架的話 是給這種 比較一般的骨架回 OK 這個白有沒有不一樣啊 其實 好像有一點不同 但是也不是看得這麼 看不太出來 確實看不太出來 這個是另外一片 其實細節什麼的應該是 不用 介紹 這個 這個嘴巴 不錯喔 SD有這樣的嘴 相當的精緻 我只能說這真的相當的精緻 當然這一次有幾乎是完美的 內骨架了 這些就是這些零件 真的很棒 好 比較 唯一我覺得可惜 當然這只是它的基本規格 就是附這種私貼 但是如果以一個 就是宿主來 帥一波來講 這個全部貼上去也是超帥的 所以 我是推薦大家還是可以貼一下 如果沒有要整支塗裝來講 這個貼一下 真的帥 那這個多色成型的這個B Part 呢 就有這一次這個 也是MGSD的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 Bling Bling亮零件 雖然說我覺得 對我自己來講 我可能還是比較老派 我覺得這相當的突兀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翅膀打開 會有這種 像車燈的結構在裡面 不過這個的確是蠻閃耀的 如果你在那個 自己的展示櫃裡面 用那個 就是你的探照燈 不是探照燈 這個投射燈一打 這個Bling Bling亮也是 蠻華麗的一個感覺 不過我總覺得 是不是應該弄個 黃色或金色的 會不會更酷啊 藍色的真的是 真的是 的確是一個獨特的美感 你看這樣還真的是蠻亮的 這個 綠色 這個綠色的透明件 在這邊成型 我想應該是 該分的部分 通通都有分出來 還不錯 然後最後面這個 大片的這個就是 他的 大槍還有盾牌的一些零件 那這個成型色 就比較一般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說明書這張圖是給這個 眼睛發光的這個版本 其實 這張圖好像沒有在剛剛合會上吧 對這張圖沒有在合會上 而且他這個 他這個圖這個 怎麼弄得有點 有點金屬光澤感啊 有刻意做出一種 不太一樣的質感 該不會之後再出個鈦板也是用同一張圖吧 他就不用再修圖了 你看這個 這個金屬感 這個亮麗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 這真的是太 太直了 完了完了 大家 大家都想要抑價買了 不要啦不要抑價買 到底為什麼要 給黃牛賺 是不是 雖然說 現在這個東西 奇獲可居 oh my god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最後面的彩頁 還有配色表 我看人家開箱說 只有六個顏色 其實不是只有六個顏色 眼睛這個也算一個顏色 好不好這個 眼睛也算一個顏色 然後內骨架也有一個顏色吧 雖然這邊是 統一都把骨架當這個顏色 可是翅膀裡面的那個銀色的部分 也有顏色啊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有 我們再加兩個顏色 八個顏色 來看一下 說明書的部分 這是什麼 ASD系列的最高峰 可動性能 還有變形機能 哇賽 應該是很讚啦 應該是 也不用我說讚 他就是很讚 不然大家怎麼會想要買 怎麼會想要點進這個影片來看呢 哇 真的是有點想要直接組起來 那當然這支的很多結構的設計 應該都是延續這個系列的傳統啦 像什麼有些 鑰匙所孔結構等等的 這個NEOBUD 星鳥模式 這個也是從那個 好像是GFFMC還是Metalview那邊來的 這個有一個變形的 方式給大家看一下 欸 這個頁面是可以開的嗎 這是可以開的嗎 喔喔喔喔喔喔喔 裡面的彩葉 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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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眼睛發亮的圖 哇的 我傻眼 給大家截一下圖 哇賽 這個 套間不尋常啊 連說明書都有 額外的翻頁結構 你看這邊還可以翻開 哇賽 完了完了這個 這太驚人了 哇靠 這不用我介紹了吧 大家自己看啊 這是 目前的SD 系列的 最高傑作嗎 雖然它是MGSD 但是應該還是算是SD系列吧 哇賽 要高貴姿 有高貴姿 要變形 有變形 變形還兩種模式 對不對 然後要射擊模式 重現 他旁邊還放一個動畫的重現 什麼都有了 那你說槍會不會拿不穩 他的手還有固定結構 拉一下你就可以把槍扣上去 完全不會掉 完全不會垂下來 然後你要駕駛艙 也有駕駛艙 甚至這個零四系統的這一塊 圓圓的 都有分件 好不好 然後你要這個火神砲也有啦 真的是什麼都有 幹 這個釣毛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釣毛了 已經是 最強的釣毛 太釣毛了 哇賽 這個 又是一個快要捨不得組的套件 但是我們 應該還是會再實況組一下 這個不組 怎麼能夠體會他的 樂趣跟強悍之處呢 如果 你只是 只是買來收著 然後看別人組 你就先不要買了 好不好 先給我買 我想再多買一隻 不過當然我不會一價買 我絕對不會一價買 頂多貴一點點 但是貴太多 真的是不行 原價貴一倍 真的是沒辦法接受 然後 反正 聽說一二月還會再犯 到時候再買 或是現在訂起來 終於一天買到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MGSD的 非翼鋼彈 ZeroEW的這個 開盒報告啦 那基本上這個實在是 太驚人了 光是這樣隨便拍一下說明書 都是有一種 超帥的感覺 他在那邊 鼓動著 誘惑著你買 如果 想看更快阿燕的模型影片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也別忘了來看我們的實況 歡迎一起來同樂做模型 那我們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見 大家掰 對 實況見大家掰 不是從有都有霸戲買的 嘎一聲 是怎樣 又嘎一聲